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03页 从第四行第15条看起 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 我们对一对地方 十五 如是久久体会 事句皆离之 意气而立行之 便能做到 应时便是修时 修时便能应时 自然耳边不着 事句皆离 此又是最妙行门 人生最高享受 如是如是 这个前面一条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 六度万恨 一一如法精进修行 这个六度 这个六度 就是布施 直接忍入 精进禅定 智慧 就事项来讲 修这个六度 万恨是形容 我们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的 点点滴滴 菩萨的生活 也就是说 菩萨 他怎么过滤子 菩萨过滤子 跟我们是没有两样 这个世尊当时 讲这个波勒经 也是从这个生活当中 去视线 他并不是视线 放光动地 跟其他经不同 他视线的很平常 所谓平常心是道 可惜我们大家不知道 这个道就是在 日常生活平常当中 所谓穿衣吃饭 待人接物 那么菩萨修 六度万恨 那跟我们没有两样 那我们所不同的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要修六度 如果知道 那没有 一样不是在修六度 这一点 我们要做一个简单说明 比如说布施 这个布施 有广义 有狭义 布施我们简单讲 就是你的付出 就叫布施 我们讲这个话 大家比较容易懂 布施 就是付出 奉献 那比如说大家 我来做义工 这是布施 那你每天去上班 去工作 那是不是布施 那也是布施 你在家庭 做家庭主妇 照顾一家人 那也是布施 财布施又分内财 外财 内财就是我们的精神 体力 时间 去为大家服务 为大家服务 那么就叫布施 这个就是布施 那么外财 身外之物 身外的财务 帮助需要的人 我们是帮助需要的人 所以内财 外财 都是布施 内财布施 外财布施 那还有法布施 那法也有世间法 也有佛法 那这个世间法 比如说这个 我们一般讲 如是道 如跟道 世间法 世间的圣贤 世间的善法 圣贤 这个我们牢上 推广的这个传统文化 地址归感令篇 十三列道 那么讲世间的善法 那么我们自己修学 也欠人修学 这个是世间法的布施 那佛法是出世间法 处理六道轮回 圆成佛道的理论方法 那么有人啊 想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 那么我们供养佛法 留同法宝 讲经说法 听经文法 那也是布施啊 讲经法布施 那听经也是法布施啊 听经啊 做影响众 影响别人 那么也是法布施 所以世出世法 人家愿意学 自己不认法 都很乐意啊 帮助人 那么这个的法布施啊 或者自己 不会讲经说法 现在这个网路啊 这些可以介绍给人家听 那也是法布施啊 那现在这个手机很方便啊 你自己觉得哪一句法也很好 现在我发给你 给别人分享啊 那也是法布施啊 那这些 现在 没有一个人不能做的 大家都可以做啊 所以无畏布施啊 帮助人远离恐怖了 人家有恐惧 有不安 我们去安慰 帮助他远离恐怖 那么无畏布施啊 第一个是吃素啦 吃素我不杀身 今天那个十二学的总经理来看我 来拜访我啊 问我什么地方要改进 那么我跟他讲啦 我说这个 我们都是支持啊 人家开素食产品 原来他是开海鲜的 他是开海鲜 那么他要改为这个素食啊 也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挣扎嘛 下面那个厨师都要辞职嘛 他们不干啊 后来他还是去把他传过来 那现在好几年啦 疫情啊停了几个月 那现在还清醒下来 那也不容易啊 那么我就跟他讲啦 我说这个佛法呢 这个慈戒啊 第一条就不杀身啦 这个吃素嘛 那这个他问到了一些吃素的问题啊 人家给他的疑难 那这些问题我们早就碰到过啦 那人家提出那些疑问啦 他说你吃素吃素 那蔬菜也有生命啊 你吃了不是不慈悲吗 我说不只这样啊 还有人说啊 你呼吸 空气都有细静啊 你呼吸 细静气啊 你杀了多少生命啊 那你都不能呼吸啦 那不能呼吸就断气了 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 那我们跟他分析你 你遇到这个怎么解答 首先他自己要明了 别人啊 再来问他 他才知道怎么跟他回答嘛 还是自立立的 那这一类都是属于法布施啊 这个也没有一个人不能做啊 每个人都会碰到的 个人有个人的言啊 你可以碰到你有缘的人 有缘的人啊 他能接受你的是有缘 不能接受还是有缘 总是啊 我们总是心存不失啊 就是要帮助人 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无畏不失啊 从不杀生开始了 积极的就是放生啊 附生啊 那欠人吃素啊 也是提倡不杀生啊 一个根本的作法 因为大部分杀生都是杀给人吃的嘛 那么推广这些也都是属于五维捕食啊 所以一个第一个布施度啊 布施度也就是说放下了啊对质我们兼贪 对质我们兼贪 布施度也可以涵盖啊其他五度啦 其实每一度啊也都涵涉其他五度 一而六六而一啦 所以持戒就也是布施恶业嘛 断恶修散啊 那忍入就布施称慧嘛 把称慧心布施掉嘛 你就不生气啦 精进啊布施懈怠嘛 禅定啊布施散乱嘛 智妃啊布施医痴嘛 所以一个布施度也可以涵盖其他五度 那么总而言之啊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啊 没有一个人不能修啦 实在讲啊每一个人他都在修啦 只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因为这四间人大家都在上班啊 工作啊 日常生活啊 那我们凡夫跟菩萨所不同的 就是心态的问题嘛 一个觉悟一个迷惑嘛 那迷惑呢 你天天在修六度也是众生啊 那你觉悟啦 那你就是菩萨了嘛 你的生活上也没有改变啊 也是一样啊 跟平常人都没有两样 那我们要穿一吃饭 那佛也是穿一吃饭啊 他也没有四间里的东都不吃的 那坐在那里啊 都不动啊 那天天要去脱脱还蛮辛苦的 还要走满脸的啊 还不能坐车 还要打赤脚啊 不能穿袜子 那大家看佛像 有没有一尊佛像穿袜子的 没有 都是打赤脚啊 那么这个就是 这生活啊 佛菩萨在世前 跟我们每个地区的 生活环境都是一样的 那么一一如法精进修行啊 那关键就是菩萨呢 跟众生不一样就是 他没放在心上 我们众生就放在心上 就是执着放在心上 我今天布施多少钱啊 布施给谁啦 哪一天他应该要感恩我啊 那这个就放在心上 如果他不感恩人怎么办呢 这个人忘恩乎义 就开始骂了 那这个就是凡福啦 那菩萨呢 他没有希望你报恩 他做的若无其事啊 就是 就是三轮体空 所以无界地于胸中 没有放在心上 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布施啊 帮助人啊 那我也是尽量啊 这个 有时候念头会起来啊 会起来啊 你应该也说一声感恩什么的啊 什么都没有反应呢 而且不对不对 对 我们不能 我不能要求他们这样 这个念头就下来了 如果耿耿以怀啊 那这个人真没意思 帮助他那么多 一句感恩都没有 那 那我们这个叫着相 着相啊 你就不能超越六道 你只是能得人天善道 那么我们布施啊 不要人家回报 这个 这个 才是清净布施 那你要回报啊 那这个就恩恩怨怨 恩恩恩恩怨怨怨怨到 六道轮回都是在搞这一套嘛 所以佛劝我们放下 放下 甚至我们 一些事情啊 我们心态转变就是布施 像家庭主婦 他 明白啦 他一天到晚在家里做家事 他就是布施啊 奉献 所以过去 我早期出门都坐公车 因为公车便宜 后来有很多计程车司机 经念佛 去土著馆听经 后来我出门我都叫计程车 计程车贵很多 那时候我坐的我都怎么想 我看到这些开计程车 他们来听经 他的生活就是开计程车 我就想到 如果大家都不坐他的车 他就收起来了 他那个生意就坐不下去 所以我坐计程车 我是用部书的心态去坐 那这样也是部师 不然他生活怎么办 是不是 我们叫个车给他赚钱 他要养家佛口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心态 你赚我的钱就会拉我 那这个就是一般的交易买卖 你心态一转 那就是部师 就是菩萨 如果那只是交易买卖 那就是众生 就是这样 所以众生跟菩萨差别在哪里 就是那个心念 心态不一样 其实不都一样 不都一样这样过日子 平常见是道 那么这个当然我不是说 提倡大家去浪费 就是说你这个凡事 我们为众生着想 为他想 那这个就是补食 不要只有想自己 为众生想就菩萨 想自己就是凡夫 就这样 所以那些素菜探厅 偶尔我们带一些人去吃 也是不吃 不然他开不下去 那如果说 我们自己买回来煮多便宜 吃贵好几倍 是贵好几倍没有错 但是我们是提倡 让大众素食运动 所以我们要牺牲一点 我们就多花一点钱去吃 让他有生意 不然他就关起来了 所以我们去 素菜探厅去给他吃 也是不吃 是不是不吃 那如果说 你是赚我钱我来吃 那这个就是一个 商业的交易而已 但是你有用菩萨的心去 为他想 那你就是布施 他想是不是这样 心态的问题 你说菩萨都不会去素食餐厅吃 应该很多 所以 依儒法精进修行 这个很关键的 怎么叫儒法 怎么叫精进 那么这个精进 也要大概说一下 不要砸进乱进 这个盲修瞎练 那个不叫精进 精啊存而不雜 静啊只是没有退 长眼心这么做 一件事情啊 你能够长眼心就是精进 真的很平常 那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平常没什么 平常心就是道啊 你每天吃饭 你都天天要吃 那这是很平常啊 大家都要吃啊 但吃饭是不是道啊 是道啊 穿衣吃饭都是道啊 那么我们做任何一桩事情啊 你能够持久 那个不是说一下子努力了两三天 然后后面就没有了 就是你天天啊 做一桩事情能持久 就是精进 所以莲泽大师他讲 有一个人到试验去求超度 他父亲给他托猛 某某试验去找某某法师 请他帮我超度 他就试验了去问 有没有这个法师啊 就是敲钟的 那个敲钟的法师 那个试验的时刻啊 他也不会做佛事 你找他超度 我们这个很多法师都会做佛事啊 为什么要找他呢 他只会敲钟啊 他说呢 因为他父亲 托猛指定要他超度啊 后来在他要求之下 这个知客也答应了 就跟他介绍那个敲钟的 那么就是求那个敲钟的法师啊 哎呀我父亲啊 托猛啊 求你帮我父亲超度啊 他一起哀求 那个敲钟的 也是说我也不会什么超度 你只要同意就好了啊 你点头啊 说愿意帮我父亲超度啊 我父亲就可以得利益了 父亲托猛啊 跟他讲啊 那这个法师就答应了 那一天啊 晚上又来托猛啊 说他得度了 升到人天山道去了 后来第二天又来自谢了 来试验 来给那个 试验的知客啦 住持啦 这个当然都给他感谢了 那父亲托猛啊 得度了 那后来呢 大家呢 就去研究了 他是有什么功德啊 他也不会做佛事 后来大家想来想去 他在做什么呢 他就天天敲钟而已啊 那敲钟他都每天敲 到时间他就去敲 无论啦 这个冬天啊 风雪多大 有时候动到这个 手都裂开了 他还是敲 那个就是他的功德啦 那就那样的功德 那对天天做啊 所以我们牢上啊 要求我们做百级信念 以前听都没听说过 哪有百级信念 做一天都累得不行啦 以前在图书馆一个月 做一次啊 就感觉蛮累啦 都从来没有联系三天的 一下子叫我做七百天啊 差一点就晕倒啦 但是呢 我在踏入做百七啊 我想我能佛得了那么久吗 可能百七没做完就往生啦 但是呢 百七做完了 现在双七做第七个百七 还是佛下来了 那这个 所以这个持久啊 它就有效果 这个就是精进嘛 那不是说 叫人一下子很勇猛精进啊 过后面就懈怠了 那就不是精进啊 所以这精进我们功课 不要定得太多 能够持久为主 定课已少 闪课已多 定课不要定得太多 太多你做不完啦 那你就很容易退 你定的每一天我可以做 这样就好 比如说我能念十记 我每一天都一定要念十记佛号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要说我 如果你要说我十万生佛号 大概念一天第二天就没念 那这个就不是精进了 所以这个精进啊 也是有方法的 也不是盲进 所以这个黄念老啊 在这个经典上也找出一些 佛啊鼓励了一个阶段性的精进 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 十二月初一到十五 那这个十五天啊 那个念佛啊比平常啊 多很多很多倍啊 这个鼓励大家呢 阶段性啊密集的心修 那么这个也是精进的一种 那么总之啊 精进就是有进无退 要是要有长眼心 那么虽然精进啊 就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执着 所以一一精进不坏 不坏就是说这些我们通通在做啊 就无不相啊没有落空 学播了就怕落空 那你这样修这个不落空 那么把这个执着空 这一道门就把它堵起来了 那你这边再不放在心上 那就空有多理了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去落空了 所以心中若无其事 不着也无相也 外面呢我们什么事都做 在心中啊不去执着 这个关键是在这里 但是听经啊 我们要常常听 不懂没关系 我们耐心的听 听到懂 因为有一些人啊 听牢上讲经啊 不执着放下啦 他回去房子卖掉 工作辞掉 银行的存款通通尖掉 然后没有饭吃 才跑到香港去找牢上 师父你叫我放下 现在我又要往生也往生不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师父看到就摇头 他说我讲的经啊 你就没有听明白啊 叫你放下 叫你放下是 放下你心里的执着牵挂 就放下那一个 不是叫你外面那个事去放下啦 那个事是没有妨碍的 那个就着空了嘛 什么都放下啦 那这个就他就听错了 听偏调了 那么我们一般是着有 所以佛说 劝我们不要执着那个有 就是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做事做好事 做再多的好事 你通通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是着相了 我今天不是一百万啦 放在心里着相嘛 那么我们只要不着相啊 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去写功德要开收记 有人说不要不要 他说我们不能不要啊 要给政府报仗啊 如果你不开收记 就变成我的喔 我可以放在我的口袋 是不是啊 那开了收记 我就不能放在我的口袋啦 你账要交出去啊 要记下来啊 那每一年要请会计师来啊 还要 请会计师来查账 然后政府也会三不五十来查一查 那不能不记啊 公司分明啦 那你有些指定专管副职道场啊 公司分明 那有一些人他不执着这个是很好 那么有一些人啊 怕家人知道啦 家人不学佛啊 这个 你去带着收记回去啊 他 那先生看到 你今天又拿多少钱去 这个又是闹家庭纠纷啦 所以 不要我们可以理解 那你不要啊 我们也帮你开 那你要留名字也可以 不留也可以 不留我们就给你写个三宝地址 反正呢 多少钱 那我就放在 观念福山那边 那那个 这个 收记啊 放在观念福山那边 到时候啊 我们要回 然后 跟那个 那个 长生跑会画 一起画掉啊 给你回向啊 那 我们还是要开的啊 那么 我们不要 执着啊 那么 有出名 没有出名 也都没有妨碍啦 你要名 我们不去执着 那没有出那个名 我们也不 不在乎 一定要那个名 所以 两边都不走 两边都不要自走 不要 一定要怎么样啊 就是看情况 所以这个是佛的 佛的 不是死的 所以金刚经 特别跟我们讲 佛无有定法 无有定法 那有时候啊 你也不能没有定法 所以 也不能执着 没有定法 要执着了 执着有定法 又是执着 所以这个都要离的 那这样啊 你主要懂的这一个啊 一切世间法 事来即应 事过便修 事来事情来了 我们就去 应对了 那就去处理了 去应 去回应 人家来找你啦 做什么事情啦 那你要去应啊 那事来即应 那事过便修 事过我们心就放下了 所以说 虽修而能硬 虽然修啊 我们能够硬 虽硬而能修 所以所谓啊 提德己放的下了 就是这样修 那菩萨呢 就是这么过日子 那我们现在学菩萨呢 这个菩萨就是 以这个六度啊 来生佛 来过日子 来带人属实觉悟 所以这个善财 一生成佛 它怎么一生成佛 我们修了三大阿僧奇结 不要说成佛啦 整个阿罗汉都没有 问题啊 我们不会修啊 所以佛法呢 在于慧啦 这个很关键 那这个禅宗 常常测验邪的 你慧吗 那其实什么都要慧啊 四处四间法都要慧才行啊 那你不会就不行啊 好 我们接着看十五啊 如是久久体会四季 皆离之意趣而立行之 那么 这个体会四季 这个四季啊 就是离四季绝百回 对啦 这个四季啊 就是我们 起心动念啊 都是落在四季 你不是落在有就是无 不然就非有非无 亦有亦无 这个 总是落在这个四季里面 那么 落在有 或者落在空 那么 也有也空 没有有也没有空 那这个通通 那这个通通 落在这个四季 这个只要起心动念啊 都是落在这个四季 所以 不能起心动念啊 这个四季就接离了 那四季皆离啊 你说有也可以 说无也可以 就是你不要去 就是说一定是有 或者一定无 或者 非有非无 亦有亦无 你一定要说一个 那个就是四季啦 就是说你这个念头通通放下 那就是啦 那就你怎么说都可以啦 这个大家去悟啊 这个只能 这个 只能 议会啦 不能言传啦 那言传是一个 一个方便法啦 大家去体会 透过这个 指路牌啊 你去体会 指业路啊 那体会不到也没关系 你 体会不到啊 反正啦 你起念头 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那也四季全部都离啦 这个是 最直接的啦 反正 你什么念头 都把它换阿弥陀佛 那都什么 什么有无 什么钱没有啦 这个是最直接的 但是一般人 他不了解 不了解 所以 念一句佛号啊 其实 六祖说 这个无助身心啊 这个是很靠的境界 这个 这个 登地以上菩萨的境界 登地了 那一般啦 三弦位的菩萨呢 在这个别教的三弦位啊 你无助就不能身心 身心就不能无助 但是练佛法门啊 他暗和道妙 这一句啊 不是过来的 他讲不出来的 你看那些正庄的主书大德 都参禅大策大悟 来练佛的 他才知道这个佛号 他的奥妙啦 就是 禅宗是 明和道妙啦 他就是在 参禅大策大悟 念佛人呢 你 你没有办法参禅大策大悟 你就让老师念 那就暗和道妙 暗暗的 你就跟他一样 这个叫暗和道妙 一个明和道妙 一个暗和道妙 这个明和道妙 大家还比较容易懂 暗和道妙 不懂的人就多了 不是真正的过来的人 给我们指点 我们也真的搞不懂 所以 一句佛号啊 你只要 念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有其他的妄念 就叫无助 这句佛号啊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句接一句 叫身心 你这句佛号念的 当下就是 无助身心 那你要修到七地八地 那修到哪一年啊 那这一个是最直接的 你就是凡夫的心啊 顿成佛心 净土装是密装的显缩了 这个密装啊 我们不要跟他想的 神神秘密 好像有什么 有什么秘诀啦 私教在房间 不可以听到啦 不是那个意思啦 这是这个密啊 深密啊 不可思议啦 不可思议叫做密 我们念弥陀经 不常常在念不可思议功德吗 你不可以思 不可以意嘛 那就很密啦 我们的一般人就很难懂啦 你也不能去想 也不能用原理去讲 你讲不出来 要原理道断心形触灭 那个就是密啦 所以有人去问六族啊 什么叫密啊 六族说密在鲁边啊 密在你那里啊 在你自己心里啊 你到外面打你 在找什么密啊 密就是你自己啊 密在鲁边啊 就是我们自性啊 不可思议 你不可以用思维想象 不可以用原理议论 不可以用原理议论 这些都达不到 你只能用餐的 要悟的 所以餐旧跟研究不一样 研究用心意识 研究是用识 用识 以识为想象 那餐就是你要离心意识 餐就是心经讲诏 那个观啊 你可以用心意识 那个识 你就离心意识了 那么念佛他的方便就在这里 他的奥妙也就在这里 但是啊 真的啊 夏老在敬语里面讲 亿万人中鱼而止啊 亿万人当中啊 大概就一两个人知道了 那真的是这样 那么你真明白啦 那成活很快啊 那你念这句 拿摩阿弥陀佛 念佛即是成佛史啊 那现在问题啊 我们自己有怀疑啊 不相信啊 真的吗 那么 当下呢 你不怀疑啊 念佛即是成佛史啊 因果同史啊 以果节啊 作为我们凡夫的修因 这个叫做果地教 果地教 这个密宗跟境宗啊 是果地教 那其他宗啊 就是因地教 修因正果 那修因正果也有很多种不同 有建修的有顿修的 像禅它是顿 原顿的 所以讲到这个世纪皆离之意趣 我们 可以去体会 体会不了 我们提起佛号 念久了 你自然就明白这世纪是什么一世了 那这样啦 便能做到 硬食便是修食 修食便是硬食 这个 久久体会 那么这个地方久久体会 就是需要 你要时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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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体会 总之啊 我们要耐心啦 耐心 来体会 来学习 自然啊 二边不走 世纪皆离 此又是罪妙行门 我们可以 一边去体会 体会不到 就念佛 那么再提起啊 这个世纪啊 慢慢啊 我们就会 体会到了 那实际上啊 这个 真正念佛啊 你能够提起 一次六字鸿鸣啊 当下 当下就是世纪皆离了 就是 念佛 其事成佛事 只要你不怀疑 不夹杂 这个 念这句佛号 就在 阿密陀佛的 《长极光》当中 这三十细念第三十啊 《长极光》 《处处现前》 我刚开始念这三十细念了 我们要哪一年 那个《长极光》处处现前 现在烦恼一大堆 那现在呢 看到我们牢上的讲经 房念老的开示 那夏连老的敬语 现在才有一点体会了 原来你提起这句佛号就在长极光当中 可是阿弥陀佛的长极光当中 也在我们自己的长极光当中 那你相信不相信 我还是不太敢相信 这个也很正常 所以阿弥陀经佛部师给我们讲 这个叫男性执法 如果你真信 成佛就很快 所以我们有点不敢相信 这也正常 不能佛不就说错了吗 因为这个法门 它行很容易 就念这句佛号 你念了你就成佛了 真的吗 我们就怀疑了 不相信 或者半信半礼 大部分是这样 一面念一面怀疑 问题出在这里 如果你真信 在弥陀经讲成佛多久 最长七天 七天还是那个最笨的才要七天 你不是那么笨的 还不用到七天 那你相信不相信 我们打了几百个佛气还是这样 为什么 我们有怀疑 这个敬语里面讲 疑能生苦苦生疑 以往禅心不愚知 那个怀疑就像那个捕疑的网密密麻麻 残伏在我们心里 我们不容易知道 以为自己没有怀疑 其实是一大堆 那怎么办呢 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经教 经教帮助我们断语身心 听经文法讲经说法 一个就是怎么样 静语里面讲的 就咬紧牙根练阿密 苦乐盲弦莫停身 你烦恼当中也念 你在生气也念 在翻译也念 你在很快乐的时候也念 生病很痛苦的时候也念 苦乐盲弦莫停身 我这三天去台东做法会 实在也不好过 感冒都不知道 那个胃逆流 整个晚上可谈 都不能睡觉 白天又要做法会 不能请假的 师父啊 那个公报都滑出去了 网络都要在看 你能生病吗 你可以请假吗 不可以 所以要上去 上去我就想到 这个苦乐盲弦莫停身 我就想到 阿密陀不是无上以往吗 什么病都能治 练这些佛号就是要 那提不起来 现在的练佛机 所以我现在 这个练佛机都带在身上 我现在练佛机都炸掉掉 这是 我这是提醒练佛 就听佛号 那么 练佛能不能治病 都能了生死了还不能治病 都能成佛了还不能治病吗 那肯定是可以啊 现在问题在哪里啊 我们信心不够 我们有怀疑 所以大陆啊 广东有一个试验 那个时候我到上海 上海那个慧龙是那个住持 那个住持啊 带我们上海的一个集市去 去那边参观 因为那个慧龙是那边 他们去给他借 让我请我去做三十七年 那那个住持 他们都是做经颤的 他们没有打活气 什么拜凉黄颤 什么水颤这一些的 这个 这个 还有做什么水露的这一类的 那我们去念佛啦 那他们平常做这个法会 参加人不多 那我们去做赛西念 哦 去他们试验人很多啊 这个法师就说 这个念佛啊 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念佛啊 他就去参访那个念佛道场 那么他去参访一个试验 那个试验啊 那个主持啊 那个试验很大 能够容纳一万多人 那那个主持是什么呢 他什么功课都没有 他就念你记佛号 那念你记佛号是什么呢 你那个生病啦 神经不正常的啦 癌症末期的啦 什么红斑狼仓啦 他就制服好的 他说如果愿意求往生 通通可以来 反正啦 寿命没到 就练练就好起来 寿命到就 帮助你注练往生 那抬过去的人很多啊 他就练 他那个练也 他那边也蛮有趣的 你要进去练 还要把医院检查的报告 那个检验表给他 他拿了就一个数据 就是说你来这边 如果练往生 那就往生了嘛 如果要练好了 那有很多那个什么癌症末期的医生说不行剩三个月啊 练好了 那就有数据啦 你那个时候医生检查是这样的啊 来这边你没有做其他的治疗 就是念你记佛号 那好好地回家啦 那那个说服率就很大啦 所以我气得了很多啦 我越练人越多 就一句佛号 练到人太多啊 问题就来了 大陆那个大陆的政府啊 不允许你人众太多啊 人众太多他就要给你禁止了 那谢总办那个道德讲台 一万多人参加 人太多对不起了 那我是一直在想啊 在台湾应该是没问题啦 我也是有动这个念头啊 如果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啊 这个就是一句佛号啊 反正你医生说不能治了嘛 那死马当佛马医嘛 那这个佛光铸造啊 不管它能好不能好 你练佛总是帮它消夜障 那这个好处是肯定的 所以我也很想啊 去参访参访他们啊 但是总是啊 我们做这些就是不求名闻立养 这样才能持久 如果求名闻立养啊 那这个也就夹杂了 反正都是义务的啊 就是念佛 我们就是念佛 求往生 那这样啊 就如理如法了 不求名利了 所以一句佛号啊 这个阿且佗妖啊 的确啊 什么病都能治啊 那个生死的大病都能治啊 那其实最大的病是什么呢 其实最大的病是什么呢 生死啊 还有比这个病更大的嘛 这个大病都能治啊 这个大病都能治啊 念这句佛号就是要了生死出三界 治生死的大病 但是性难啊 性难啊 所以过去我们台湾有个老法师 也很有名啊 在佛教界 这佛教界的泰斗啊 他出了一本书啊 我刚出家的时候啊 他有书的名称叫做 净土是难行道 那个输道 他来要童修拿一本书给我看 说净土是难行道 那我看了这个书的名称 我说这个跟弥陀经讲的不一样啊 弥陀经佛说讲的难性之法 不是难行之法 所以我说呢 他这个书的名称啊 如果写净土是难信道 那这跟弥陀经就相应了 那难行道好像我讲的不一样 所以净土是难信义行 就是说这句佛号大家都能念 都会念很容易 特别是慈悲念佛 那是信难 我们不要以为我信了 这个以往禅心不欲知 往往事情没来都信 这个事情来了 一样也不信 这个黄念佛讲的 平常都放下了 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 所以这个我们要认真去体会 那么真能老实念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欲行道 但是是难信之法 不是难行 是难信 所以 这个我们体会一点 我们就发喜充满 你真的那个快乐 这个一般人无法理解 无法体会了 所以这个人生最高享受 是我们师父家上去的 这个 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这是我们师父讲的话 因为这个话是 黄东美教授讲的 江伟雄老吉士 他没有见过黄东美教授 所以他不会讲这个话 这是我们师父家进去的 人生最高的想说 如是如是 所以金刚经你体会的一些 这个波罗 大家来听金刚经 就是有波罗的圣根种子 你才会来听 虽然不是很明白 但是有这个种子 那不然你不会来 那波罗实在讲 跟净土是不可分的 所以黄念老他有讲一个 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 金刚经 金刚波罗 无量寿经就是 这个净土 净土王 所以三四年前我在台南 这个接一个太和波罗寺 那个功德主 他们不是学佛的 是拜神的 他们有几个朋友 去盖了试验说 以后我们有空来这里住一住 休闲休闲 然后大家都是拜神的 然后就盖了一个佛堂 他说要磕什么佛像 人家叫他磕西方三圣 他也不懂什么叫西方三圣 他磕得蛮庄严的 观音地藏 磕得蛮庄严 磕好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后来要交给出家人 他看了很多出家人 很多出家人去看 但是他拜神的都要去拔杯 请示神明 看这个法师可以不可以 很多法师去保杯都保不杯 神明不同意 后来庄行师的妹妹跟他认识 说哎呀 那你去找我们镜中 去找悟道法师来 看行不行 庄行师就给了讲 我就下去看 那么他开始拔杯了 他这个三读通过才可以 这个联系三圣杯 我还是要听说还不止三圣杯 三次 还不是一次 三次的三次 一共九次 他这个比立法院那个更深重 立法院三读通过他九读 所以后来才交给我们 我就看 西方三圣杯跟我们修政府很相应 但是他的试验又叫 太和波勒士 我就知道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波勒 什么叫西方三圣 但我还有几尊小的神像 我们就帮他当作护法 后来我就问庄宏师 我说你在永康带老菩萨念佛 我说你住得比较近 你要不要来这里点重 你要我再答应 你要我我也没时间来 我接了那个时候我没时间去 他说可以 那再接下来 现在洪师在那边待 那洪师问我 那个 我们修净土的那个波勒士要不要改 改什么极乐士净土士 我说不要改 就波勒士 这照原来的 我想这佛菩萨安排的 那么 那极乐士在安平 那个86号快速道路 往西那边是极乐士 我们这边往东 你这个高速公路下去 右转是极乐士 左转是波勒士 我们左转下去大概五分钟就到了 那到极乐士要 二十几分钟 那么后来我就想 看到这个防念老的 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 我说我们这边同一条线的 这个波勒士通到极乐士 这个好像也是佛菩萨安排 不然他那么多法师 怎么都请到我去 我也不认识 就这个音乐 所以我这个红师讲 我说你这个波勒士 以后我要来讲讲金刚经 这符合你这个事业的名称 金刚波勒 所以修净土也需要金刚波勒 没有离开金刚波勒 所有的法门都没有离开金刚波勒 波勒是一切法门的中心 离开波勒就不是佛法 就变成世间法 这一点我们要明白 我们再看第16 若知一切法 时亦非时 非时而时 便知一切法向即予非向 非向而向矣 那么这一条讲 就是若知 假若我们知道一切法 这个一切法 就是一切有违法 有违法 金刚经到最后 不是给我们讲 如梦焕泡影 如入一如电 所以一切法 时亦非时 那么你不要去执着 实实在在有这一切法 那你也不能去执着 没有这个一切法 你执着没有就落空 执着有就落有 那么这个 时亦非时 非时而时 那这个时亦非时 非时而时 就是跟新经讲的一样的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就是 空即是有 有即是空 空在有当中 有在空当中 空有不二 我们只要不执着一边 那就是中道 所以一切法相 即亦非相 非相而相 你不要执着 真有这个相 那你也不能执着 没有这个相 明明有这个相 就是不执着 那么就对了 相即亦非相 不要去执着 真有 真实有 我们凡夫都是执时有 因为执时了 以为这个一切都是真实的 就是关键在这个执着 那么这个执着才产生这么多的问题 今天全世界人在真 你真我多 各行各业 真的头破血流 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都是真的 如果真正明白这个 如果真正明白这个 人的天下太平 那不会有认真 那不会有认真 那真的是极了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都是在着相 着相就有我 我像人像终身像受着相 你一着相 你就有我了 那有我就有自私自利了 为我 第一个念头就是为我 他不会为人 所以连世间的圣贤教学 他也是推几级人 想自己要想别人 不能只有想到自己 他也自私了 不可以 那讲到这个方面 又讲因果 又讲因果 那么这些都是破除我直的一个 全方便了 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 你执着这个 不断没有好处 实在对自己是伤害最大 最大伤害就是六道轮回 你是租不去 那实际上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什么我们能得到 总之暂时让我们支配使用而已 顶多是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关这个 慢慢我就放下了 我们晚上睡觉了 这一切白天一切 也跟我们也没关系了 所以我们白天这些事情 该做就做 提得起 我们晚上躺下去 我们就放得下 我们就求佛来接引 天天这样练 练到我们往生那一天 就很自然了 我们这样天天来练习 过去我们老儿上都是这样教我们的 所以一切法是十一非时 非时而时 便是一切法相即非相 非相而相 你不能说没有相 但是你不要执着那个相 第十七 佛说一切法 但是犯相而无实体 体为静心 故曰万法为心 又曰心外无法 故可救诸法以明实相 因诸法之实相即是信故 这个 佛说一切法 但是犯相而无实体 那么这个我们敬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常常用电视荧幕来比喻 让我们去体会这个概念 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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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我们现在这个我能接触到 实实在在有 那佛会给我们讲 我们现在这个实体的就是混淆 那这个我们不容易体会 所以佛才用梦幻泡影 那梦我们都有经验 那我们要从这个梦境 来体会我们白天这一切 我们就要常常 我现在在做梦 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很清醒 不是在做梦 你没有大色大物 你都在做梦 不要说我现在醒过来 没有 没醒过来 那是在做梦 如果你知道在做梦 你就会觉悟 所以我们晚上做梦 白天也是做梦 晚上睡觉的时候 白天这一切不就变成梦境 我们要常常这样观 硬坐如是观 所以有一次我在双西做法会 做一个梦 梦得真的很真实 梦得被这个脚被刀割得痛的 跟我平常被刀割到痛的感觉完全是一样的 把他动得醒过来 一场梦 所以我们就常常用这样去体会 所以你这个好像那个泡沫一样 泡沫 在这些像中泡沫 不是真的 梦幻泡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怎么观呢 我们遇到任何事情 江老基士叫我们这么观 你遇到顺境逆境都是独梦幻泡沫 假的 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两个人关系处理得很好 假的 两个人闹别扭 假的 要这样观 这样才会有感觉 如果你没有这样观 没感觉 你要坐在那边观 碰到事情还是 我们还是 顺境就起贪心 逆境起诚恨心 跟原来是一样的 没有进步 所以我们要这样观 常常提起这样 遇到顺境 我们很欢喜的时候 哎呀 假的 独梦幻泡沫 不要当真 遇到人家跟我们过不去 这个要生气 假的 不要生气 这样就提升 就进步 要这样观 这样才会有感觉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不能提起这个 那我们就修个半天 这个 像姜老吉祥讲 观了20年也没什么感觉 后来这样观 他就有感觉 看清眼睛也比较亮 念佛也比较踏实 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这个犯向无实体 体为静心 故曰万法为心 都是我们的心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心线事变的 离开我们这个心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们的心 又曰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离开心哪有法 这法哪里来 那不都是我们的心吗 你看到这么多人 那不是你在看吗 那没有你 这一切从哪里来 那就是自己的心 所以 故可就诸法以名实相 那么就这些诸法 让我们去明了 什么是实相 因诸法之实相 即是性故 就是像是从性献出来的 像那个电影的影像 是从那个空空的屏幕献出来的 所以性相不二 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 那么下面呢 这个是引用起信论 我们把它念一念 十八 起信论云 因不知一法戒故 不觉念其而有无名 遂成众生 一法戒者 一生法戒也 始法戒万象身罗 而真独直是一也 即一切同体之一 那么这个是引用起信论 大圣起信论说的 众生因为不知一法戒 那么一念不觉而有无名 所以称为众生 众生就是多了个无名 那什么是无名呢 一念不觉 那什么是一念不觉呢 就是起信动念 我们起信动念 那么动念就不觉了 所以金刚经也有很直接叫我们观 我们自信是 鲁鲁不动 就是不起向 鲁鲁不动 那么我们现在呢 自信是鲁鲁不动 那起了无名 起了无名就是去取向 起了念头了 那起了种种执着 取向 不知道呢 这一切都是自己献的 在这里分字分他 问题就是这样 好像网上做梦啊 梦中有自己有别人啊 山河大地种种的 梦想过来 那这一切从哪里来 那不就自己吗 所以这个也是同样道理 我们常常这样去观 所以一真法界就是一法界 一是真 那十法界呢 什么起信动念才有十法界 那如果你不起信不动念 那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 就在远前 而真如则是一也 其一切同体之意 就是一切同体 众生跟自己是同体 那么你彻底明了 这个事实真相 你那个大慈大悲 自然升起来了 所谓无言大慈同体大悲 事实真相明了了 那个大慈大悲 它很自然就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还没有 明了这一桩事情 还不开悟啊 这个 这个 这个生不起那个 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我们只顶多是爱言辞 喜欢的对他慈悲 不喜欢的 对他就不慈悲了 大概是我们的慈悲是仅限于这样 那你大慈大悟就不一样了 那我一切众生都是同体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 下面第十九条 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